然后他给他取一个外号 叫孤独怪 我一边做好说一遍自拍 你将用于你自己的配置 Hello 爱奇艺爱聊专访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张新成 你是如何跟天才基本法这部剧结缘的 我是在那个佳音哥和子峰 他们决定接之后吧 然后沈岩导演 然后找到我们这边说 你要不看看天才基本法 然后看完之后很感兴趣 然后也特别想跟他们就一块合作 对 然后就来了 谁是剧里的气氛丹丹 肯定是佳音哥 对 你说这个的话 佳音哥我觉得挺逗的 就是因为他跟王小哥 就是张淑平老师 他们也不也是合作好几次 然后他给他取一个外号 叫孤独怪 打成这样我还给你当司机 你打我说你怎么不淡定 肖哥他属于那种怪龙 内热的内型 然后呢他属于挺幽默的 但是弄冷幽默 比如我也跟他合作两部戏了 然后后来手机的时候 发现他真的挺逗的 陪志的哪个特质最吸引你 除了数学以外 有什么事是陪志会做 而张星成绝对不会做的 我觉得他的吻特别吸引我 就是吻和永远给人一种 特别可靠的感觉 就是他跟他爸妈玩牌的时候 他老算牌 但是算牌是我绝对不会做的事情 其实我也想算 主要是能力不够 在拍摄过程中 有没有让你觉得和同为处理做的 雷佳音张子峰特别有共鸣的瞬间 内心都是有一个孤独的灵魂带 对突然表面上呈现出来了 各有不同 但是大家其实内心都是一个 我经常可能会有阴谋的时候 如果现在要你来选择陪志 最终停留在哪一个时空 你会怎样选择 其实我会让陪志留在 留在知识时空 对因为我觉得 这当然是因为 这个世界里有他的爸爸 有他的爸爸 当然也有零朝鞋 我是觉得 虽然这样好像有点逃避 但是我觉得对他想要的来说 那可能他就是想要留在知识时期 对 有一天你醒来 发现自己进入了陪志 江义 袁仲星 林阳同时存在的平行世界 并要开启一场冒险 你最希望与谁一起同心 我决定告诉佩志 第一他可靠 你看你跟袁仲星在一块 他虽然也聪明 但是他有时候容易耍你 对吧 林阳虽然智商也高 但是他没有到 这有这种程度 然后江义就属于 也是艺人 感觉都不太靠谱 别知吧 你曾经说角色背景 与故事的复杂是一件好事 那你接下来是会继续挑战更复杂的角色 还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为目标 就基本上我各个题材我都演过了 那接下来就是尝试某一个类型 每个类型可能就跟自己贴近一点的 说是先再扎一扎 对 学一些不需要做的菜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沙拉 这倒不是说一定要保持身材 我觉得这样人就要多吃蔬菜嘛 健康嘛 就最朗朗上口的是还在流浪吧 再好一点吧 别再犯了 真的蛮好看 难得的好看 第三个词 不不这太富洋了 我觉得它要素很多 你解决问题时 理性与感性哪个思维占主导 理性包裹感性 本质是感性的 外面呈现出来的理性 我觉得是一种保护色 如果在连续发15天自拍 和连续做15天奥数题中 二选一 你会选哪个 奥数题吧 就是发自拍 我又不会有什么提升 日子一天一天过 我只能一天一比一天老 但是做二术 我可以一天比一天亲 最近一次射死是因为什么 好像没有射死的时候吧 最开心的时候呢 最开心的时候呢 你的冰箱里必不可少的一样食材 苏打水 你觉得自己哪个角度最帅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 就还行 最近一次做的梦是什么内容 我还要在考试 挺吓人 吓一身汗给我吓醒 最近一次看到 想拍下来分享给粉丝的画面是什么 我自己 我一边做好 我一边做好 交朋友最看重对方的哪一特质 我喜欢的 圈内好友的群里 哪位好友是最活跃的 大宋少年制里边的朱宇童嘛 他比较活跃 对 前空题 转发这个陪志你将怎样 你将拥有你自己的陪志 感谢一直支持我的粉丝 支持我的每一部作品 陪伴是最成情的告白吧 然后感谢你们的陪伴 然后希望以后能大家 都拥有更好的自己吧 嗯 感谢您的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